中共当前最害怕的五件事,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一直备受质疑起见证以来,不断搞运动镇压和迫害中国民众欠下累累血债,反过来中共越来越像惊弓之鸟,敏感日越来越多草木皆兵,本文列举了中共当前最害怕的五件事情,其实上百件还不止呢,中共最怕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 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操控整个国家机器,在罗干、周永康、王茂林、刘京、李东升等人直接指使下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得法轮功修炼群体,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不查申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19年来有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被关进精神病院,洗脑班,劳教所和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欺离子散,19年来有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被关进精神病院,洗脑班,劳教所和监狱, 甚至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带兵大纪元,面对空前残酷的迫害,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承受着痛苦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向散发传单,贴标语,用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讲述着法轮功的美好同时像是, 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用心灵召唤,启迪着人们的善念和良知,为了维持迫害法轮功江泽民集团,动用及投入大量人力,台力。 在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期,动用相当于四分之三国民生产总值的资源,在迫害刚开始不久,中共官员就毫不会严镇压的费用,超过了一场战争。 细今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曾庆红等人已被三十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告上国际法庭。 据明慧网统计2015年,至今已有超过二十万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十名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据明慧网统计2015年,至今已有超过二十万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十名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图为今年4月22日,纽约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游行集会,纪念425法轮功和平上访19周年带兵大纪元巨大纪元记者统计。 截至2017年11月27日,至少有138名中共副省部级及副军级以上官员,因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落马。 表面上他们因为贪腐落马,但中国几千年来都相信煞恶有报。 今年3月多个江泽民掌权时期成立,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中共综制办、维稳办及610办公室被裁病。 当年,江泽民曾叫肖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后19年过,去了法轮功并没有被消灭。 而法轮功的真相,却传遍世界各个角落到目前,法轮功传播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在国际社会获得众多褒奖。 李洪志先生次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作者署名。 维惠文的文章表示,面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却如临大敌,一般他在怕什么? 文章说,中共在怕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被清算,中共在怕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中共在怕国民觉醒。 抛弃中共,自2004年底大纪元九平共产党,问世触发大陆退党聚筹以来,到今年6月4日,有310631万2476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 对法轮功学员,仍在不断地劝翻退绘文的文章说,随着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人从中共制造的谎言中,走出来全民觉醒之日,就是中共垮台之时。 中共害怕六四图成的真相,今年是896429周年,如同往年一样,大陆各地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都受到中共当局严厉监控或被旅游六四。 全西线年85岁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爆童,被禁止外出与接受媒体采访,否则他就必须出去。 被旅游从五月下寻起,天安门母亲所有成员已被当局监控,如影随形地跟踪。 每年六月四日天安,门母亲成员及支持者都会前往公墓店寄亲人,不过今年部分成员已被带走。 此外学者高瑜、查建国、何德普、六四商者齐志勇等人或已被带走旅游或被软禁在家。 北京知名异议人士胡佳,每年六四前夕都会被旅游。 目前传出他今年将被带去秦皇岛6月4日当天,中共社交网络加强了审查制度。 微博平台的微信上中共禁止用户为89.64或64.89元兑换货币。 这个金额暗指1989年6月4日,29年来,六四天安门事件,一直是中共必谈的话题,也一直掩盖着这段历史的真相。 然而六四受害者群体在中共重压下,不断揭示屠杀真相免负一年。 全球各处都有人纪念六四,此难者今年6月4日,香港各界人士,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当面活动。 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据支联会估算当天到场人数,达到11.5万人。 二十九年来六四,天安门事件一直是中共必谈的话题,也一直掩盖着这段历史的真相图为六月四日。 有11.5万香港各界人士悼念六四受害者,比一大纪元,会上播放六四遇难者王洪奇母亲迪孟奇的录像讲话。 他说这是国家犯罪行为,我们要求公布六四惨案真相,对我们遇难者亲属及与国家赔偿,对当年责任者就图成惨案。 在法律上问责,还我们做人的尊严,还我们公道与正义。 来自湖南衡阳的丁先生,第一次到香港参加六四晚会,他批评中共镇压学生很残暴。 这个肯定是残暴的,也是不对的肯定需要平反结束一党专任,是应该的残害人民的政权还应否存在。 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在29年前的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20多万的戒严部队进行血腥镇压,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用坦克车斩压民众。 此事件被外界称为天安门大屠杀,在29年前的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20多万的戒严部队进行血腥镇压,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网络图片。 那六四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迷去年12月,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封的外交档案,披露了当年中共27军执行清诚任务的详情文件纸,中共国务院的内部人士,估计最少有余万平民死亡江泽民。 被指示中共六四镇压最大的受益者,歧视踏着六四学上的鲜血上台的江泽民上台后,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最怕有人给六四合法轮功翻案。 中共害怕退役军人维权抗议今年六四前夕河南落合军嫂宅红莲到北京退役军人事务部上访时,被当地解访人员遣返回原籍后又被警方非法拘留。 7天5月29日七十余名落合退役老兵到市政府讨说法要求释放军嫂结果他们全部被抓军嫂级数十名退役军人被抓的消息,在老兵当中,传开来自四川、浙江、山东、安徽、河北、内蒙古、广西、江苏等二十余省数千名老兵,前往落合声援。 现场不停地喊住还我自由、打击腐败等口号声势浩大。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兵借上老兵的大规模维权,引起当地政府的恐慌,派出上千名警力进行为追赌劫,并阻止市民以及其他老兵送水、送粮等支援。 但是所有老兵们齐心协力冲破重重阻力,进入落合露宿街头坚持维权数日。 今年六四前夕,来自全国各地数千名退役老兵,聚集河南洛河市声讨被抓的君嫂宅红莲,以及数十名退役军人。 网络图片直至6月3日中共官方被迫妥协,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抓人员,并且给予声援的老兵,每人补偿1500元。 为前成功,此次事件是中共设立退役军人事务部以来,老兵们的首次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 今年两会通过了中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此次机构改革,新设了退役军人事务部。 官方的解释是将为军人的转业及退休,提供协助据海外媒体的报道。 新设退役军人事务部的主要原因,就是近年来中共退役老兵上访抗议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威胁到了中共政权的稳定如20、16年底和2017年初有数万名各地退役老兵, 多次包围了中共军委八一大楼,2017年2月上万名各地的退伍老兵聚集在中纪委大楼前请愿。 这些老兵的诉求,就是要求解决他们的安置问题。 此事件成为多年来最大规模的老兵维权事件,引起中共当局紧张。 中共害怕工人维权今年五一,前后大陆近20个省份,40多个城市的塔吊司机,指挥工。 起重机械的电梯司机,思索信号工等因不满工资低,但欲差纷纷拉出横幅,喊出加薪口号据统计。 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江苏、江西、海南、福建、甘肃、青海、四川、贵州等18个省份。 40多个城市的塔吊司机,于4月26日或27日、28日、29日间在各地打出要求掌心的横幅。 估计人数达上万人,四川达州的塔吊司机打出横幅抗争视频截图,关注大陆劳工权益的香港职工盟。 专职干事林祖明,向苹果日报表示,相信今次是微行动,是工人透过QQ等网络群组自发组织的,估计今次工人是微行动。 相信,由工头发动他形容此次工潮极为罕见。 据纽约日报4月3日报道中国的劳工动荡,风喜云涌,仅在今年的头十周里,就已经发生了400多起。 有过公开报道的罢工,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之多。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跟踪有报道的罢工次数,从2011年的200次,增加到2017年的12256次罢工工人要求的只是得到应得的工资。 但坏来的结果,多数是被逮捕。 Valota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说,现在中共正在抛弃工人,而中共在窃取政权时,一直把工人阶级捧为先进阶级,声称中共的国家性质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时政评论员李林毅表示,中共专制政权最害怕工人的罢工和串联行动,因为工人罢工的影响力很大,而罢工的蔓延,让中共非常害怕恐惧工人的怒火。 转向中共政权,中共害怕打贸易战。 今年3月23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签署了301条款备忘录,宣布对中共第一轮惩罚性关税,也揭开了美中贸易战的序幕。 4月16日,美国宣布制裁中兴,美国商务部激活了拒绝令禁止美国公司,在未来7年内向中兴销售元器件,美国的一声禁令,让中兴进入休克状态。 今年3月23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签署了301条款备忘录,宣布对中共第一轮惩罚性关税,也揭开了美中贸易战的序幕。 图为停靠在青岛一港口的货柜轮,在现货大纪元合成图,随后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 美国白宫5月29日发表声明,将在6月15日前发布,针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加征25%关税的最终产品清单。 中共官员对美方这一表态,感到措手不及。 6月3日,美中有关贸易的第三轮谈判在北京结束,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美国之音以提为美中第三轮贸易谈判,已无结果告终报道。 现在,有不少舆论,把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贸易问题,或者是赤字问题。 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董事长,行长李若股认为,这是个严重的误解。 他表示,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大陆资深传媒人吕月,5月31日在港媒撰文表示,刘鹤认为贸易战中共不能打要打必输,会引发中国经济总崩溃从道义上讲。 中共长期不遵守世贸协定,更不用说知识产权更多见不得人的问题。 不打中共,已经输了苹果日报6月4日的评论文章表示,因为中共的根基与合法性非常脆弱,遇上真挑战,十分分钟会往党几十年过去了。 中共走回头路结果是草木街边害怕的人与事,越来越多。 如最近川普是很招打击中国的贸易与高科技领域,中共天天喊奉陪到底其实外强中干的中共,对很多事情都怕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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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